字幕提供 各位 事到如今 世界驚變 小弟可以很肯定 跟大家說 五十年後 小弟應該看不到 五十年後 一百年後 五十年後 黃之鋒應該看到 很多羅冠聰也看到 五十年後 一百年後 當地球人回頭看 百分之一千 都會說 2022年 徹底底地 改變了這個 星球的一年 徹底底 很多事會發生 長話短說 其中一件劃時代的事件 就是 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 非常 突然死亡 非常突然死亡 那麼 暗殺者為何要這樣做呢 當然現在有很多傳聞 有些說是疏疏的 有些說是右翼組織 有些說是左翼組織 有些說是甚麼 那這個小弟不會深究處 這個 如果有機會再跟大家拆解 現在要提到的影響 尤其是對 這個 強國的影響 強國的影響 有得震摸一份 尤其是大大 簡單來說 可以這樣說 正當數以億計 那些吃玻璃大 那些玻璃心的 吃玻璃大的小粉紅 在這裡慶祝 瘋狂地慶祝 安倍 瓜柴的同事 你別開心得太早 別開心得太早 其實日本朝野 日本官民 都只會更加更加反中 繼而勾起 日中的百年仇恨 甚至乎是千年恩怨 而結果 極大可能是日本 在美帝的撐腰底下 真是跟中共開拖 無論是民鬥也好 武鬥也好 總之是KO 日本仔 百多年來 在明治維新開始 一百五十幾年來 即下來的 真是底氣 真是對得倒來 甚至乎可以說 再到台灣立日版圖 都可以 得錯 先說安倍 被殺 即時效應 即時效應 很簡單說 基安倍 被殺的時候 在幫助自民黨 在內糧 在古刀內糧 在幫助自民黨 拉票 被殺 肯定 同情婚也好 什麼都好 為國捐軀 肯定是有助自民黨 在明天舉行日本參議院選舉 在香港的選情 應該會有很多 按田文雄 哭著 我們不會屈服這些狂徒 我們不會屈服這些 我們會繼續拉票 就是這樣 類似的情況一定有助選情 最經典的例子 相信香港人也很熟悉 台灣人更熟悉 就是2004年的319槍擊案 當時有台灣總統選舉 陳水扁的選情很差 等於印度人騎波馬叉 他和呂秀年的陳呂佩 應該會輸硬給連宋佩 即是連戰和宋楚瑜終於合體了 打算贏硬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怎麼辦呢 絕地反擊 不如天幫他 只是有安排 在2004年3月19日 他在台南 用汽車巡遊拉票的時候 發生了槍擊案 即是時之遺 因為3月19日發生了 所以叫做319槍擊案 他的肚皮中了兩顆 拆傷了 所謂中了兩顆子彈 在他身邊射過 當然是國際新聞 令陳水扁 敗布復活 絕地反擊 逆轉勝 結果以0.228% 的票數比率 之差 贏了 票數贏得多 連宋佩 只有29518票 當時陳水扁 和呂秀年加起來 有6471,970票 連戰和宋佩 加起來有6442,452票 即是沒有了兩顆子彈 可能這2萬多票就沒有了 贏不了 即是輸了 即是這樣 無論是天幫他也好 他自己自編自導自演也好 當時就說他很難 總之 就贏了 也看到 對選情絕對有影響 至於 較為軟一點的影響 就是安倍 他一次來有一個心願 就是要修改日本憲法 這個修憲的維緣 可能就會隨著自民黨壓倒性 控制到日本參眾兩院 再加上日本民眾 一向都很肯爭 強國的 八成九成人爭 全世界第一 不過不告訴你 他更加只會更加討論中共 更加害怕中共 在這種情況下 覺得日本很脆弱 真的要強化自己 於是乎更加有希望修改到 日本憲法第九條 簡單來說 即是將自衛島升 升為國民軍 不是自衛那麼簡單 是可以自己出擊 就是這樣 令到日本可以堂而皇之 踏上國軍之路 要國軍這個制禁止 就不得了 因為日本子 以百多年來 明治維新開始 積落的工業 科技 那個經驗 水準 日本人的那種 職人精神 即是將每一件事 都是每個人做一番事 每一番事 都是做到 鑽牛的尖 即是極致的 在這種情況下 很大人害怕的 很快 即是說 鞠躬這麼多年的事 你不要計 明治維新 150多年前 你當戰後 1945年之後 已經七十多年 快八十年了 幾個萬萬的事 一夜百川會流 漏斗效應 一聲爆出來了 噴法 直接是 是不是 好像這些 噴泉 突然 噴了出來 是不是 很多人害怕 而再拉遠一點 就是有歷史先例 歷史先例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看日本近代史 尤其是現代史 就告訴我們 但凡有暗殺政要事件 尤其是暗殺手上的事件 之後的日本 都會很快走上去 激游易之路 很快的 大家上維基看也知道 其中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1935年 5月15日發生的515事件 即是那時候的日本首相 被視為是護獻運動的領導者 即是大政民主 那時候已經踏入了 超和 1925年 大政就死了 他很短命 就是這個 明治 跟著呢 1912年 明治天皇瓜柴 跟著就做大政 是不是 那就 那就 那就沒有了 跟著就做超和 1925年 十三年 大家看鬼滅之人 都是在說大政時代 被視為 開放更為民主的時代 這個犬養毅 就是護獻運動的領導者 但是他被殺 就被11個 20歲出頭的激進派 海軍軍官槍殺 你不要以為年輕人 一定是 他們一定是激進 但是 可能是保守激進 右翼激進也是激進的 左翼激進當然也是激進 左翼通常被人叫做 radical 是激進 但是右翼都可以很激進 大家要記住 就是何議員 何君堯都很激進的 不過他是 就是向右傾的激進 總之可以激進的 就是激進的 就是激進的 extremes 就不是radical 你可以這樣說 之後呢 當然就堆壞了他 之後呢 日本就全速踏上了 軍國主義之路 進一步加快了侵華的步伐 就是這樣了 小弟之所以這樣說呢 其實是有歷史先例 而且歷史先例其實基於日本千多年來 一千三百多年來的一個傳統定位 傳統的自用的定位 小弟是讀歷史的 希望花多一點時間跟大家講講 這個才是關 很影響 至關還要影響到 為什麼一直都談不起來 為什麼日本和中國 一定會 打一批呢 一定會打一頓 猛的呢 因為這個圖 中國的自我形象 歷來自我形象 日本的自我定位 是火星撞地球 不行的 真的不行的 長話短說 日本之前不是叫做日本的 日本這個國號 查實在公元702年 702年 就是1320年前才說的 之前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 叫做 《窩勞國》 《窩》就是魏仔 《窩》就是勞博 《窩勞國》 那時候也要認 但他自己稱之為《窩國》 那 那 之前叫《窩國》 不是叫《窩勞國》 不要搞錯 那 就 在公元 663年 663年 就跟大唐帝國打了一場仗 就輸到一撲一撲七咕嚕的 那麼 接著就要在669年 669年 公元669年 就中斷一直以來的遣唐氏 就是派一些日本人去學藝 諸如此類的東西 你可以叫朝貢 就是在大唐帝國來看 叫朝貢 就是一路的 那之後 輸了長將 然後 閉關鎖國 四年之後 就中斷了遣唐氏 然後 幾十年後 就是差不多三十幾年後 33年之後 就正式叫自己日本 痛定思痛 恢復和大唐帝國 如果用現在的說法 就是外交關係 恢復和 那時候就用日本 日本 日本就是日出之國 日本就是日出之國 即是說 由公元702年開始 甲仔就不再叫自己做窩了 窩即是矮仔 但是有些人說不是 窩意思是和 大和民族 和字的諧音來的 古漢語甚至是一樣讀的 同音字來的 但是 你 叫了他 就是窩 其實是自己叫窩的 對不對 總之呢 在公元702年開始 就正式自稱日本 即是日出之國 以是他們 為何要這樣叫日本呢 不叫窩奴國 或窩國 就是以是他們和 一台日出 即是日出 東方為我不敗 以是他們 正式又說的名字 以是他們和 中國是平起平坐 另外一座政就是天王 突然間就要強調自己是天王萬四 就是這樣 更威風於中國 即是那一座 亦都是在唐朝這個時間 702年 公元702年 這段時間左右 就 確立的 一向都有 但是那時就確立 這個作用也是和 大唐帝國的皇帝 一樣的稱呼 我又叫天王Empler 你又叫皇帝Empler 大家平起平坐 我不會叫諸侯王 我叫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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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這樣 為了顯示 日本就好像大唐帝國 都是帝國 日本帝國 大唐帝國 我是日本帝國 日本還假裝有繁殊 假裝不然是真的 但是他也要假裝 而首當其中的國家就是新俄 新俄 即是 即是 現在南韓東部 東南部 東部和南部 兩個部份 釜山一帶 這個地方 大家看施殺列車 就知道去釜山 我們釜一下 釜山那個位置 大家要去圍基地圖 不 去Google地圖看 可以看到釜山這裡 對鎮 差不多有個 對馬海峽 對鎮那裡 就是一個叫做 福江的地方 香港人都很喜歡去 福江的地方 即是九州的福江 也是古日本的被稱 邪馬台國 迎馬台國 那個地方 古日本是來自 九州這裏 九州拉麵那裏 所以拉麵是中國傳過去的 中國傳去韓國 由韓國傳去九州 福江那一帶 然後長崎 諸如此類 那 才有這些 大家 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一些有趣的事情 也很容易理解 因為比較暖 動之之 以前 主要都是 靠打裂 靠熱 靠放木 靠農耕 衛生 當然是 暖和一點 天氣 比較好 所以人類發燃 為何會在非洲赤 赤道一帶 就是這樣解釋 那裏比較暖和 人類 最初全部都是非洲人 就是這樣說 這個 遲些有機會說 不要說越遠 總之就是這樣 而最初的座政就是 他覺得自己是帝國 就是當時的 日本天皇的詔書裏面 不時都會出現一些字眼 就是 以唐為論 新羅為凡 凡也凡熟也 即是他凡尼 即是用來做衛星國 即是朝貢國 是他的新羅 新羅 即是 大家要知道 就是新羅 即是說韓國 即是現在南韓一帶 其實那時候是三韓 三韓的意思就是 新羅、白制、高巨嶺 新羅 剛才說到哪裏 釜山 南韓 現在南韓東部 南部一帶 那麼 南韓的 西部和北部呢 現在 北部就是等於有部分的高巨嶺 這個 西部就等於現在的 即是當時叫做 新羅、白制、新羅、白制 高巨嶺 就等於現在南韓的北部 以似整個北韓 就叫做高巨嶺 新羅、白制、高巨嶺 那時候簡單來說 他與新羅為凡 就是因為他對著他 那找個修嶺 就修了這個做嶺 就是這樣 總之一千三百多年前 日本也是認為自己可以和中國平起平坐 但是 慘就慘在甚麼呢 慘就慘在甚麼呢 就是中國不是這樣想的 中國到晚清 都是當日本是朝貢國來的 所以那時候 為何隔五戰爭 輸了給日本那麼嚴重呢 輸了給自己一條嶺 等於 新Beyond的龍頭大哥 輸了給彎仔 你去掌握人 那怎麼搞呢 那是不行的 是不是 那 就算去到中共 1949年建政之後 到現在 都常常說 日本是小日本 小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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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覺得 你就是窩囊國 都是矮半切的 因為日本人很高 很多時候高過中國人 你說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看 現在的 日本男明星 近年那些 現在四十幾五十歲的 個個都很高 什麼福山雅治 返頂龍史 就是 祝夜內蜂 這些 全部都很高的 就算你牧村托栽 都不矮的 是不是 沒有那麼高 但是都偏高 那你真的看 就是 你不可以叫人窩囊 不要叫人矮仔國 是嗎 蟻仔奴隸國 那怎麼斷呢 是不是 總之說到這裏 相信連外賣仔 阿水 都會說 天 日中兩國 有那麼多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比香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 那麼多 不出事至出奇 夢病 是不是 短期之內 不過話說話 而是大中華 而是大中共 而是大大 而是大大 為什麼呢 大大一直都很想 軍臨 這個窩囊國 但是 日本一直以來 都是以疫情做理由 因為 安倍一早就去了 中國訪問 國事訪問 然後是回禮的 軍臨天下 軍臨 服疏 軍臨東營 軍臨 倭奴國 但是 日本一直都拖 其實一直都不喜歡他 一拖再拖 現在安倍都關上柴了 都不可以 但是 如果 加上夾仔 就行了 我邀請你來 你夠不夠膽來 就真的難為了大大 事關於暗殺 這件事 就是暗殺日本首相 日本政要 中國政要 都暗殺過 有先例的 日本 這個先例 很出名 之前就是1895年 大清帝改革 五戰爭 輸到七個一皮 結果就要派李鴻章 去日本 簽這個 什麼鬼馬關條約 這樣 殊不知 談談談都未正式簽之前 李鴻章 李鴻章就被 一個二十六歲的激進青年似乎 他叫小山豐太郎 就開槍 射中 他左邊面 蛇巴巴聲流血 李鴻章成為第一個 照X哥的中國人 真厲害 當場暈倒 雖然後來 撿回一條命 但是 李鴻章都元氣大傷 幾年之後 就死了 那個日本青年 二十六歲 那個 最初是被判終身監禁的 但是一九零七年 就特赦了 因為坐了十幾年 十二年左右 就收工 就是 不用 死刑不止 終身監禁 然後就特赦了 說得很適合 其實正在稱讚他 對嗎 由此可見 日本真是有悠久的暗殺傳統的國家 不要說以前的德川幕府時代 那些什麼 什麼 本能子之變 那些時代 總之 近百年 都是很多 暗殺事件 那麼 日本首相 伊藤博文 都是被暗殺 被韓國青年 暗殺死的 那麼 就 加上 日中關係 那麼狠差 那麼狠差 不是粗口 來的 試問 新嬌肉桂 的 習大大 又怎麼會 軍臨 倭奴國 沒有這個 那麼大的險 是不是 不過如果日本人玩 現在要請他 都不知道怎麼搞 真的 這次 怎麼不是你 這首歌好像被禁了 在內地 怎麼不是你 原來有暗示 又有影射作用 提防影射 認明這首歌 是沒有影射作用的 那就行了 不過 習大大 以至中共 最擔心最擔心的東西 都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股 暗殺風潮 吹不吹不吹 吹到神州大地 那就 加火地鐵有色魔了 不是 不是開玩笑 這件事 有歷史先例 其中最多人認識的歷史先例 就是征朝末年 由日本吹到神州大地的暗殺風潮 而經典人物 數少少給大家 知道 第一個 大家都認識的 就是1910年 暗殺清朝攝政王再封失敗的日本留學生 汪兆明 後來改名叫汪晶惟 晶惟田海 汪兆明 大家熟悉汪晶惟 這次真是引刀成一片幕府少年頭 後來做漢奸另一件事 就是這樣的 他留在日本 1904年成立了暗殺組織 叫革命組織 大量製造炸彈 光復會的頭頭 亦都是日本留學生 他名叫蔡元培 後來做了北大第一任校長 蔡元培其實以前 都是製造炸彈的 說笑呀 衝衝子來的 汪晶惟也是 另外 還有1905年 暗殺清朝出事考察 那不是憲政的五大臣 就是西方考察憲政的 那五大臣就是想暗殺他 而失敗的吳越 他雖然沒有在日本留學 但是 深受日本暗殺封朝的影響 成立了一個組織叫北方暗殺團 當然這不是正式的名字 正式名稱軍國民教育會保定之部 他自己也是軍官 出身的 他力主通過暗殺去推動革命 而且還出過相關的書 書名直接叫做什麼呢 直接叫做 暗殺時代 你服氣 真是這樣的 你問過 這麼精彩 人家覺得是五個原因 但是這股暗殺封朝 是 真的在那時候一百多年前 北宗的年前就是日本吹過神州大地 當然又可能會的 如果日本這一股 都是暗殺封朝又再來 跟著又吹到神州大地的話 那那群中共的領導人都肥到蠻都穿不了 跟著又可能更加肥的老婆 更加肥的子女 是不是 更加喜歡阿法拉里林布堅尼的子女 真是他們一個二個三五成群 都是 等於處身於 家旁邊 半夜掘路 半夜掘路 什麼意思 真是有得震 沒得睡 掘路的風轉 半夜掘路真的有得震 沒得睡 好啦 簡單的總結 安倍晉三 非常突然死亡事件 只會令到 日中關係 等於印度人騎駁馬 差上加差 甚至乎是會更差 非暴華 吾大blah 嘩 很噪口嗎 但是不要說那麼多 好啦 就說到這裡 順便再說一次 因為10號之前我通常都會跟大家提一提 來的 就是這個 通常月初呢 在Patreon的訂戶 就失敗無神 會不見了一百幾十個 好希望現有的訂戶可以回去訂 如果未訂 未做訂會有興趣 都可以 幫幫忙 他的網址是 www.patreon.com Patreon Patreon Patreon.com 斜動 Post152 就可以了 Post Post www.patreon.com Post152 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在Google找 就是打822號報 adpatreon 就可以了 如果想直接 入錢去我們 822號報 以前的 匯豐銀行動戶口 都還在 匯豐銀行動戶口 記住 658 097 878 838 658 097 878 838 總之很感謝 大家的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去繼續堅持 總之很感謝大家 多謝